今天是咱们系列课程的第二部分 我起的名字叫起心动念 先说愿景 我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一些企业的愿景 知名企业 联想 未来的联想应该是高科技的联想 服务的联想 国际化的联想 怎么样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比较搞大上 而且从各个利益方面还比较全面 我现在说的联想的愿景 并不是说此时 此日 此刻 它提出来的 是在很长时间以前就提出来 所以它是不是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购买过联想产品 它的产品线 它的公司理念 它的战略制定 它的人才培养 它的公司的下一步的扩张也好 其实都是围绕这些去做 第二 通用电器使世界更光明 你看它这句话说完以后 表示它在这个纵深领域 它是非常专 但是专中又有一个扩展的空间 它使世界更光明 第一 它面对的市场是谁 世界 也就是全球 第二 它的整个的产品 和它的这种产品的设计理念 方向是什么 是让世界怎么样 更光明 所以它为了科技发展 包括它的产品的纵深的取向 和即便它横向去发展也是一样 它都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光明为己任 也就是它的区域 不限制在天津 北京 河北 上海 它不限制在这 世界更光明 这是它的整个战略的布局和眼光 第三 我为什么说科达 括号已经壮烈了 科达是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相对反变的例子 不是因为它死了 咱们现在落井下石 而是拿它出来分析一下 它也有不错的愿景 而且它的愿景确实支持科达 做成了一个巨头类的企业 但是有其必并在里边 科达 只要是图片 都是我们的业务 70后80后的人都会记住 可能现在街头个别地方也会有 像那种叫照片可能速印或者打印了科达的一个叫专营店 就是你的那些照片 它能写的质量非常好 包括它的相纸应用 包括它的成像 还有它你出来的时间 那种规格都是非常强 那台设备也很贵了 它的愿景确实铸就了一个科达的帝国 但是为什么拿它说它有一个相对反面的借鉴意义 就是我们的愿景在设置的时候 能够指导我们企业一定时间的前行 但是注意你的这个愿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再更新它 如果你没去update升级 有前瞻性的再去设置一个新的话 就会出现了问题 因为科达最后是怎么壮烈的 咱们叫传小好掉头 你传大不好掉头 就是你后来开始出来一些数码的相机 开始出来一些数码产品了以后 它的这个愿景就已经跟不上 甚至于他们自己也没有主动想去跟 他没真正再往前去规划他们的这个业务 所以假设一个理想状态下 OK 几个人一开会或者喝顿酒 你说咱换吧 咱别广图片了 咱数码一块办吧 如果真那么一块一块办了的话 我相信今天的数码产品和整个领域的统治 还很可能是科达 但是它的理念或者他们的未来的愿景 支撑了他们走了很长一段 成就了他们的霸业之后 没能更新升级换代 之后这样的巨头也是会消失掉 我们再去讲其他一些常见的愿景有什么呢 某某某行业第一 我辅导很多企业 也是在经常去喊这些东西 我一定要做某某行业的龙头老大 我一定要做这个行业第一名 我要做第一品牌 有很多这样的 并不是否定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太常见的时候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愿景是什么 你跟着他们这种愿景去走 各位真要注意了 你的动力 你是不是真的认可你自己的愿景 你的公司是不是能够整个的战略制定 文化 还有这种基因 是不是在朝着这样的努力去走 这要画一个问号 可能镜头前的您也在想 今天讲这个东西 愿景这什么东西 太虚了吧 我先提出来这个问题 先帮你解答一下 愿景虚还是不虚 不管是国有企业 还有一些企业 在咱们没真正接受这种叫系统化创业 或者说系统化经营企业指导的时候 愿景这些东西往往大伙都认为是虚 形成标语式的东西 就是往前上一贴 我们要干什么行业第一 行业老大 我们要把整合什么资源形成一个大平台 看似确实很虚 但是愿景分两个意思 第一 它虚的地方怎么变成实 这种实是在脑海当中实 第二的实是 你的愿景如何通过一步的分解 分解到你企业当中 里边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环节 这个时候愿景就不虚了 你的愿景 如果你单从愿景天天喊是虚的 记住 这是同意 一定是虚的 一个例子 这个是有些企业 就是因为虚 它把这愿景当成一个很虚的东西了 所以确实愿景虚了 第一 是什么 别人给它做的东西 我辅导很多企业 有些大的企业 当我去辅导的时候 当然它也出了很多问题了 然后说到公司愿景 我说OK 我现在拿来看一下你公司的愿景 你的解文化 你的使命等等 我拿来以后 它给我 有的是这么一后本 请各种各样的高人或者机构 拿来后本打印 金教练 你看我们做的 金教练 我们真的是花了心思的 我花了心思 好 我拿来看看 翻 前两篇 全都是各种理念 什么有这种价值观 然后那种核心理念 这种价值观 我当时看的是 我是有点头疼的 因为什么 我没太去融合到它这企业当中 因为后达的里边 会有它的员工制度 还有包括它的流程 还有什么绩效 它那是综合的 很好 公司做大了 是要有那些东西 但是前两篇的东西 各种理念满天飞 它跟我说的是 花了很多心思 对吧 各位 花了很多心思 但是做的这个东西 并不属于它自己 也就是从公司的高层上面 或者说公司的管理层上面 他们自己都没有消化 或者没有真正去认同和理解 自己还没有真正认同和理解 你怎么可能去期待 别人去给你理解 别人去给你消化 各位 这个不现实 对不对 所以第一 我们要拒绝是 别人给你做的 No 别人可以帮你提炼 可以帮你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 去对话 去挖掘 去帮你去整理一些思路 你最终想要的东西 但是千万别说 我花了钱 请个人给我做了吧 或者说 你给我说一个 我就听你的就完了 No 挖掘自己 第二 网上抄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当时辅导一个客户 他当时是叫第一品牌 我当时刚接触他的时候 辅导 从零开始 你的企业未来想发展到什么样的状态 我得写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说怎么才能梳理出来 我这样我给他讲一下 愿景是什么东西 行 金教练 我回去写愿景 下次的时候见面 我说怎么样 这愿景写完了 我写完了 我们要作为这个行业的 第一品牌 因为它是我从美国回来以后 辅导的客户 应该属于前几个客户 所以当时我一看 这才刚刚第几个客户 就这么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企业 当时我就暗自窃喜 你知道吗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 让我后来对这个事情 开始有点怀疑了 就是过了一个多月 有一天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谁 金教练 我现在想干一个事 你帮我看看合适不合适 我想招一些兼职的销售人员 我说招兼职销售人员 想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快速带来大量的收入 找别的公司的兼职人员 反正最后这些销售人员 他都要去下到地方 去跑这些经销商 他跑到自己公司的也是跑 我们的终端客户 或者目标客户都是一样的 我给点收入提成 然后他给我跑不也行吗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事情对你来说 你觉得会有什么利和币 利他就说利很简单 我就有大量的收入 而且我这样降低我的成本 我说B呢 他说B这个方面 我觉得就有售后问题不好解决 记得咱们当时提的你公司的愿景 是要做第一品牌 对吧 对 我说你第一品牌这个事情 应该满足什么样的要素 满足的要素就是 你得有口碑 对吧 你得满足好客户的需求 售后服务 整个建立好你的服务体系 我说对 那你现在要做这个决策 会满足那个吗 然后他就最后跟我说实话了 金教练 实话跟你说吧 我当时也想不出来 我也当时想不出来 我应该做什么愿景 所以我就干了一个事 他就百度了 怎么做愿景 然后他搜完以后 看有好几个人写 都是行业什么第一品牌 什么 他觉得这挺好 然后他就给写上了 我当时你知道我那种感觉吗 我就一口血汤没喷出来 告诉他是网上抄的 这个也不行 不要轻易拿别人东西 觉得这不错 他挺好 我来来试试 不要 然后慢慢我去告诉大伙 怎么去要 愿景如何坐实 首先在讲愿景怎么坐实之前 先给大伙讲一个孕妇效应 各位去看这个图 如果您现在身边有怀孕的 你就会去更多的关注到 这边有一个婴儿用品 或者说这边有一个关于亲子教育的 这边有一个幼儿用品的 或者婴儿用品的商店 它是一个您脑海当中的指南针 其实这些孕妇在平常的生活中 有还是没有 是有的 你周边也有 像这种孕婴的店也有 但你在平时的时候不太去关注 直到你们家人有人怀孕了 为什么叫脑海中的指南针 就是你一旦把一些理念 你重视的东西放在自己脑子里边 比如说愿景 比如说你真的非常明确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当中 就会发现和你这个愿景相关的一些信息 相关的资源 相关的人 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 相关的商业模式 你就都会引进来 你不是有微信吗 你刷朋友圈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摘你喜欢的看 你这翻的时候 很可能一打眼就能看着 你喜欢的东西 但是你不关注 不喜欢东西很快就过去了 你都找不着 为什么 各位 是你脑海中的指南针 这个就是在愿景这个过程当中 是第一个时的点 你要真的去找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作为创始人 领导者 或者作为CEO也好 或者作为核心层 你就会自觉不自觉的全去寻找 这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 知识也好 人才也好 信息也好 资源也好 配置也好 甚至于政策了解相关 你这些东西都会汇集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脑海中的指南针 我先给一些tips给大家去看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 如果想真的去思考的话 你把这几点看下来 第一 用来描述你的企业的最好的词是什么 一定要描述 各位 你可以参考 刚才我举的通用 还有联想的例子 你也可以去搜一些 其他知名企业的一些例子 第二 你看到了企业的什么特质 千万不要趋同 第三 你期望在自己的企业中 看到什么样的特质 你看这两点区别没有 你先去挖掘一下现要的特质 几个合伙人或者股东之间 也可以去碰 去谈 谈什么 一个是看到了企业的特质 还有一个 你期待未来企业产生什么样的特质 这就是future 未来的价值又是什么 然后你的企业有什么样的特质 能够将你和其他企业区分开来 有一个差异化和分开的区别性 以前在很长时间前 也有一本书叫《蓝海战略》 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区分开 因为如果你做跟随者 或者跟别人都完全一样的话 你现在在这么一个大集成的时代 叫资源和信息都是大集成 任何商业信息 任何模式都放了眼前很亮 你很难和别的企业区分开的话 你真的要考虑一下你创业的价值 也就是说你的企业价值究竟何在 你就说我去做个小买买 或者卖点什么东西就可以 对吧 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样是你的目的 咱就不多说了 但你要真的要做一个伟大公司的基因 你要往前瞻性 你总作为跟随者 或者甚至于一模一样的人 这事就费劲了 有的创业者就问我 他说金教练 我现在一想这事方向太多 一进来脑子以后 我又想干这个 又想干那个 我觉得这个方向也不错 那个方向也不错 很彷徨 其实有一种说法叫 在先干着看 对吧 你先干着干 也许干着干着哪个就出来 就成了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那个不是在下最推荐的 在下最推荐的东西 是在这儿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你们几个人一块沟通 可以 你自己静下来去想也可以 你可以把你的脑子里 总想的一些东西 你列一下 最后选一个什么 你选择出现最频繁的 你选择出现最频繁的 因为选择出现最频繁的 往往就是你内心 真正需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真正想要的一个东西 我为什么不太推荐说 甭管怎么着 先干起来看 因为以前是可以 以前的竞争 不像现在这么白热化和激烈 以前国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鼓励创业 去年14年 1月份到8月份增加了800万家 中国一共4700万 这一个8个月就已经增加了800万家 以前的环境不像现在那么激烈 所以我真的不是推荐那样 你可以选择 在思想沟通和碰撞的过程当中 你就选择出现最频繁的一个 我要给大伙讲一下 你的愿景这个东西 你要落实到你的企业当中 最后是怎么试 不过各位 我要先阐述一点 这些是一个伟大公司的基因 但并不意味着你在创业的初期 坐在屋里的时候 几个人什么都不研究 先把这些东西全弄出来 并不一定是这样 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 我不管你现在要做 还是未来要做 至少现在要开始理解愿景 如何去落地到你的企业当中 应该通过什么去落地到你的企业当中 你在过程当中千万别从零起步 什么叫从零起步 就是我们在做写 一直在做着 结果做到几年以后 发现一团乱 倒是赚着钱了 但总觉得特别乱 特别累 内耗又特别大 你在那个时候再翻过头来 重新再去聊 我的写文化应该是什么 就算晚 晚晚那什么 第一 你没有很长时间过程的积累和提炼 你自己脑里就要说白话 你没有这根弦 你就没建立这弦 第二 你那么多年了 其实你说你没给他建立文化 但自然形成的也叫文化 比如说勾心斗角 办公室政治 对吧 那也叫文化 对吧 然后大伙都盯着钱 我也不互相帮助 然后我把我的客户资源都搁在手里头 我还叫什么七上蛮下 这也是文化 我还见过一个公司 然后我去办事 然后一进门以后 你像我这种身材 你像我这身材 我这种大脸 我去了以后来个小伙子 你干什么的 有什么事吗 你当时弄得我很尴尬 我也不是穿得破衣拉撒的 我也不是凶身恶煞的 我就是还穿得像个正常人一样 然后他就那种状态对我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完全不同的企业 当然我可以在这儿 给一个企业做一下宣传 当时我去了一个企业 很有意思 让我很有一些惊讶 吃惊 甚至于欣慰 这个公司可能有人知道 叫老银匠 然后他的英文叫 Soul Sewer Soul S-O-U-L Soul Sewer 然后我就很好奇 然后我就在等他们老总接待我的时候 我跟他们那前台的小女孩聊天 我说你们这个叫老银匠 老银匠是不是应该叫 Old Sewer 什么Worker 什么这类的东西 然后为什么叫Soul Sewer 然后作为一个前台的一个接待小女孩 他说 金先生 我跟您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叫Soul Sewer 然后他给我讲一下整个品牌故事 当时我就经找了 很多公司 连老总都很难去把这东西讲出来 但是作为一个前台 只是平时负责一些接待 或者是行政事务的小女孩 把这个品牌故事都讲起来 让我非常的佩服 我为什么要分析这个案例 如果你这些东西不去落地 或者说你这个时候 你如果真是虚的话 你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愿景本身 哥那是空的 确确实是空的 但是它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过程 你的愿景和使命的关系是什么 使命是一个 你要通过做什么样的事情 来去实现你指南针 愿景是指南针 你这个使命就是你做的一个事 然后你企业文化 就是将你要最后实现的这些价值 以后逐步分解为 我们这个组织应该去用什么样的文化 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很多企业文化当中会有一条文化 叫诚信 我原来做一个实验 我再给一帮老板讲课 20多个人 我说现在各位老板 每个人拿出来一张纸 各位 你们把你们对诚信的理解 全都写出来 所以最后你知道 我最后收上来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吗 发生了一个就诚信这么一个简单的词 但是出来了20多种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想说明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文化 要围绕你的使命和愿景去制定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核心的点的话 那就理解就大相径庭 所以我讲到第二诗的点 你的愿景一定要逐步落实 做过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 第一 找到你志同道合的伙伴 也就是说你要把它明确化 你才有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第二 吸引投资人 第三 自趋力很强劲 你做事情的话 有没有动力 你做事情的话 会不会克服一些困难 或者说即便遇到了很加班也好 很辛苦也好 你都能够苦中作乐 你都能够有非常强的意志力去克服它 就在这 你的自趋力足不足够强劲 在于愿景是不是属于你自己 如果你去真的做到了这些的话 那它有一个问题怎么表达出来 在国外有一个锻炼方法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叫elevator speech 一般我们在以前说的elevator speech 是我们假定是在电梯当中 只有30秒时间 这个30秒干什么呢 就是你和另外一个陌生人 去沟通交流的话 能不能在这30秒当中 让你很用精短的语言 而且是能够很有渲染力也好 很有价值地捕捉到对方的眼光 是elevator speech 那个需要锻炼 今天是让大伙 我知道有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开始锻炼提炼 提炼我这个东西 首先在30秒内能不能写出来 在文字上 能用最简短的语言 给它表达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反复锻炼 很快能不能抓住别人 后边我再给大伙分享一个这个东西 叫成果和目标 我们现在自己的公司已经不再提这个目标了 你现在要静下来 关注一下现在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自己一提 给自己定什么样的目标 或者说给他人定什么样的目标 或者说别人让你去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你现在的感受是一个对这些要所谓的目标那个东西 不管是营业额也好 还是减体重也好 你是有非常强的动力 还是觉得这个是有一些质疑 彷徨 甚至于怀疑和不确定 比如像我这种人 我就需要减肥 如果你把减20斤这个事情定义成一个目标 你现在去想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你现在自己是动力很足 还是说自己多少会有一些质疑 还是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 自己都不太相信 OK 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词 还是20斤这个事 穿什么样的衣服在身上 然后能够更好的出席什么样的场合 然后你去想这样的成果 你就会展现出来画面在你的眼前 现在目标这个事情和成果这个事情 这两个东西的对比来说 应该你会有所感觉 哪个会让你觉得 你要实现的最终的 甭管是目标也好还是成果 你在用成果去考虑你想实现那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好像这东西就已经在历历在目 你想得到的东西就已经在眼前了 同样对比 我要实现目标 天天喊目标 就算任何人都会有身边疲劳 而且你在喊目标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是属于一个怀疑 今年我要实现1000万的目标 明年我要实现一个亿的目标 后来和你我再融资5个亿美金 你在说那些的时候你自己感受怎么样 你是硬顶着自己在说 还是你在说的时候 你自己说的时候自己心里都挺有感觉 接着下来以后 可能很多人都学过smart的目标 或者说现在咱们改成成果 你要做一个smart的一个成果 没有激动人心这块 我们以前叫smart 就是下边这个smart 英文叫聪明的 有效的 要满足这几点 s叫specific 叫具体的 你这个目标一定要具体 比如说减肥 我要减肥 这个不叫目标 减多少斤 是不是要具体 然后还有一个时间表 你多长时间减这20斤 我用50年减20斤 那就别减了 对吗 你要100年以后可能就一堆灰了 那都不用减肥了 所以你说具体的 然后可衡量的 体重这是可衡量的 我要减20 你减20是什么东西 是斤 是磅 是磕 是吨 你得可衡量 对吧 可达成的 比如我现在体重 我现在200多斤 你说让我现在减200斤 我剩3斤 你这明显不可达成 最后结果导向 对吧 最后你一定要时间表 最后衡量 最后达没达成这个东西 所以你想定一个 这些目标以后 是要满足这五大点 你才是叫一个聪明的成果 我加了一个绿色的 叫一个爱 inspiration 叫激动人心的一个成果 我管smart 叫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用一个爱 你上面加一个inspiration 你会在做成果的时候 你会觉得自己很有干劲 也就是说你要纯减肥的话 你会觉得很累 你会想到很多 我能不能坚持 我没有时间 我很忙 我现在还得办事业 OK 非常多的理由又会出来 但是你想 你一直在设立成果的时候 你天天去把你的未来的形象 放在那 你穿上未来 你的身材 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 你走在人前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去把这些放在前面 所以我给的设计叫 I smart 就是我聪明 咱们有个爱吗 对吧 是我聪明 下边 从愿景的角度 两个字送给大家 第一是断 第二是舍 断是什么 斩断长期 有些创业者 包括在下我也是一样 我犯过一个错误 有的时候是做这个愿景 但容易走到一个极端 就是只盯着长期的这个东西 就会开始容易忽略一些眼前的东西 就是容易 咱们如果说白话 叫一些理想话 我就不去太关注眼前 比如说像赚钱盈利 或者说怎么先一步一步走 所以要适当的斩断长期 但是又斩断要保持什么 斩断长期就是开始降低 你对长期的总去过多的关注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住 你要清醒的知道你要什么 你要清醒的知道 你的路往那个方向 但是要适当的去斩断它 就把注意力先放在当下 下一个是舍 舍什么 舍掉与融资无关的初期复合 初期执行复合 这个不是适用每一个企业 有可能有些企业资金量很富裕 也不需要融资 但是目前从创业环境来说 还是非常多的企业需要这个东西 如果你不是富二代 如果你不是 比如说你以前在一个地方工作 工作过是很好的企业 年薪100万 200万 500万 然后你有那种原始积累的话 你很可能要舍掉一些与融资无关的初期复合 因为你上来的目标可能会比较简单 简单的是我先把我的基础商业模式先做出来 或者说把我的基础的架子搭起来 然后开始去吸引一些有效投资人 因为作为投资人来说 绝大多数投资人 他们都很精 我要看你一大堆负累 他们能够分清 哪部分你能赚钱 哪部分没用 所以我跟你大伙分享一句话 叫绝大多数的创业公司 是不可能依靠原始创业资本 然后做透远景 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一些资金的引入 你要靠自己原始积累 做透你的远景 非常困难 最后这句话还是每次都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课再见 谢谢